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联合国都已经在推荐丁丁这款产品作为全球在线教学的使用工具 这是科技相关的内容 开始正式的这部分内容之前 我正好今天我看到了一个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主任 他也是华山医院 华山医院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医院 那是属于顶级的医院 他的传染科的主任 他是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方面有很多的发言 那今天我看到他的一个讲法 我觉得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认为讲的挺好的 他叫张文宏 他说疫情在全世界爆发之后 我们总会看到一种观点 那就是嘲笑别国的做法 那一开始很多国家呢嘲笑中国 对吧 那现在呢 现在呢又有人又有人在说 经常说 觉得呢别的国家都在都应该来抄中国的作业 按照中国的做法来做 那张文宏他说呢 我们前期的失误其实是需要反思的 而我们后期的有效 别的国家呢也学不来 有很多体制和国情上的不同 他还说何况呢这是一场灾难 不管是嘲笑别国的这个整个事态的蔓延 还是呢这猛夸自己国家很棒 其实都是对灾难和逝者的亵渎 那我觉得他这句这段话呢讲的特别好 因为我这段时间呢也在看 看很多的媒体报 主要是这个这个个人媒体了自媒体了 还有呢就是一些网民啊留言啊 那甚至一些这个网红大V 都会有相应的一些这样的一种看法 什么来中国抄作业啊 好像中国做了一件多么伟大光荣正确的事情一样 那其实呢在整个的事件中呢 那这是一场灾难 这里面呢 我个人认为呢有天灾 那当然主要是天灾疾病嘛 那但是这里面也有不少的人祸 就是你的体制也好 通报机制也好 那一开始呢是有做到不好的地方的 也是需要反思的地方的 所以对目前其他国家的这个事态呢 如果能够提供帮助呢 就力所能及的帮助 或者给一些经验的介绍 像现在的钟南山中院士呢 就在做这样的事情 那如果我们力量所不及的 对吧 那那也没关系 对吧 但是呢也没必要 好像今天今天就是把这个立场搞错了 因为在面临灾难面前呢 要多一些同理心同情心啊 甚至是一些团结互助的一些事态啊 这是我引述这个张文宏他医生呢 他的观点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啊 嗯好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联合国呢 他突然宣布 那首推使用阿里巴巴的丁丁这款产品 那让马云呢 也出乎意料 那腾讯本身呢 也猝不及防 联合国他有一个组织 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那基本上呢 嗯我们知道这个这个组织呢 就因为我们说这个推阿里丁丁呢 是用在线教学嘛 这中间呢还有一个故事 就是在中国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了 就是呃 因为很多的学校呢 都使用丁丁进行在线教学 那有很多的小学生呢 就是在丁丁上面呢 被老师布置了很多的作业 啊 反正总归小学生嘛 都可以理解 就不想上课 不想做作业 想在家里玩嘛 对吧 那于是呢 他们就去给丁丁做插评 那因为这个Apple 苹果呢 或者是这个应用市场呢 有机制 那丁丁这块呢 如果插评分数太低的话呢 可能会被有下架的风险 啊 但是呢 这个就有很多小学生去给插评 使得丁丁呢 这个从一开始的4.8还是4.9的好评 一下子降到了一点多啊 这个说起来呢 也是一个一个插话了 一个插曲了啊 但是呃 为什么这么多的学生 这么多的学校 选择丁丁这款产品 使用在线教学呢 那一定程度上呢 也说明这款产品有它的优势 对吧 所以呃 当然这个肯定最后是没有被下架啊 那说起到这个马云呢 大家都可能会想到阿里巴巴 淘宝 然后还有呢 马云他的一个最初的角色 那就是他曾经是一名英语老师 所以你看马云在国际上呢 他露脸的机会就很多 经常在各地呢 和和这个国际上的这个科技大咖 或者投资人 见面会媒体 哎 用他的甚至各个国家的政要 那么用他呢 马云呢 用他的这个英文呢 就比较流利嘛 跟大家做交流啊 那他本身呢 就是一位老师 嗯 马云呢 他这个这个 他的这个一直想做社交产品的 这样一种期望呢 是很强烈的啊 因为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呢 阿里巴巴有他的危机感 因为腾讯呢 手握的一张王牌QQ 那他还有另外一张王牌 微信 那随着微信 那这个我们叫中国的这个乔布斯啊 就是张小龙 他微信的产品经理啊 就是打造出来的 这款移动互联网的王牌级产品呢 那推出来之后 那微信的腾讯呢 就有了两个这个巨大的流量入口 但是阿里巴巴呢 一直在想做社交 之前呢 他们做过来往 大家都知道吗 来往曾经就像是 和微信呢 做PK的 但是来往做的呢 并不成功 那曾经有一个阶段 那马云呢 对全阿里巴巴的人呢 就员工呢 提出要求 每个人呢 都要去推荐亲朋好友 去使用 来往 来做这个 就是来做社交 但是微信呢 但是微信呢 和QQ呢 它是有做社交的基因 而且呢 已经有很多用户在用了 这里面有很高的迁移成本 其实话说回来 华为用他的HMS和鸿蒙在欧洲 想要取代或者西方 或者国外吧 想取代Google的很多APP的话呢 WhatsApp呀 YouTube呀 这些 包括Google Map呀 还是有很大的压力的 Google Search 但是华为呢 是没有办法的 对吧 但是 他必须这么做 他不这么做的话 他的手机就 因为Google不给他用 但是在中国呢 他是有很多的选择 曾经呢 小米也推出过他的米聊 对吧 那聊天应用 那后来呢 这个腾讯就起来了 微信就起来了 那马云呢 他在座来往呢 其实已经失去了 当时的这个 最好的机会实践吧 但是虽然他很有资金 但是还是没有做起来 可是他的团队没有散 那曾经的来往团队呢 就打造了另外一个 那2B端的社交产品 那叫丁丁 丁丁呢 很多时候是之前呢 我所能接触到的 或者认知到的 大多数是他的一个叫 基于办公 就是在线办公的一个概念 就是把公司的组织 组织价工呢 搬到了丁丁上面 你可以建立你的 其实腾讯也有一款产品 叫做企业微信 是比较类似的 但是丁丁呢 做得比较好 那市场呢 认可度也比较高 包括像远程打卡 上班 对很多销售的考核 那员工的轨迹 拜访客户的轨迹 然后呢 每天早晨 到你的这个公司楼下 比如说200米 300米范围之内呢 你点击一下 那么就算你已经到公司了 很多考勤 然后这个审批 然后报销 很多事情都可以在上面做 那这里面呢 其实有一个点呢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注意到的 就是那中国爆发这一次的公共卫生事件之后呢 就迅速的有很多的学校呢 开始用这个远程教育的软件 但是非常多的软件呢 是支撑不起大流量的 所谓的大流量就是同时 同时刻有非常多的人在上面使用 但是呢 阿里巴巴的这个丁丁呢 是唯一扛得住的一个软件 中间呢 虽然有一些小问题 也有说 在流量最高峰的时候呢 可能会扛不住 但是因为它的后面呢 有一家公司 就是也是阿里巴巴旗下的 叫阿里云 就是阿里云 我不知道是公司 还是一个它的一个部门 总之阿里云的产品呢 它的云计算能力呢 是非常的强劲 所以阿里是经历了什么呀 经历了双十一的 双十一是什么呀 购物大战 对吧 就是大家都在 都在这个购物 抢东西嘛 对吧 因为同时 比如说双十一零点开始 阿大疯狂下单 所以它的那个分值流量 是非常恐怖的 那据说呢 中国的另外一个就是 抢火的票 每年呢 那以前的时候呢 就是每年过年春节之前 或者国庆之前呢 返乡的火的票非常难买 那于是呢 大家都在 规定的时间去抢火的票 那一度呢 这个12306呢 就中国的这个火车票的官方销售渠道呢 经不起这么高流量的同时的冲击 那经常崩溃 那据说呢 后面就使用了阿里云的技术 那包括阿里云的这个本身的这个软硬体技术 也包括呢 阿里云 为他提供的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甚至我 我我我听说 有很多的阿里云的专家呢 直接到12306 就是中国的 铁路中铁总公司 中国铁路总公司 直接进驻啊 帮助他们 那现在大家看 12306呢 他整个的使用体验呢 就非常的好 而且基本上不会出现 一开始那种什么卡了呀 这个 就掉线了 反正就各种问题不会出现 那这一次丁丁呢 他其实在远程教学呢 很多公司的产品呢 从客户端角度来说呢 都非常的类似 非常类似 用户功能呢 也都比较类似 但是 你能不能够支撑起大流量 这种计算的能力 那这个呢 就非常的关键 阿里云呢 过往的这么多年的积累 积累下来一个 这个阿里巴巴 积累下来一个阿里云呢 那使得这一次的丁丁呢 经受住了考验 那联合国呢 也去 也去这个 让 推荐全球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球的这个在线教育呢 使用阿里云的软件 叫阿里丁丁 听说现在在日本呢 有很多的 这个 很多的这个团体呢 教育团体啊 各种团体呢 已经在使用 这个丁丁 说到这个阿里丁丁呢 那就不得不回来 再回头再说这个腾讯啊 腾讯呢 也有一个云计算 叫腾讯云啊 但是腾讯云的表现呢 就一直以来呢 就并不是特别的好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云计算 腾讯云呢 包括像阿里的丁丁呢 他其实都是2B业务啊 都是直接给企业提供 企业服务的业务啊 那腾讯呢 他的基因呢 是2C端的产品能力很强 那阿里呢 是2C端的产品运营能力很强 2B端的运营能力也很强 所以他可以很短的时间里面呢 去搞定 那搞定很多的企业 那去了解很多企业的需求 其实B端企业的这个需求定制化 和这个产品服务能力呢 要求是非常高的啊 我个人的判断呢 是比做C端的 做C端的这个产品呢 是来的是要难的啊 那腾讯的办公软件 那包括企业微信 被在这一轮的事件当中呢 被阿里的这个丁丁呢 应该说是打得很惨啊 猝不及防 腾讯他在国内有社交行业的巨头 是社交行业的巨头 那我们刚刚说了微信QQ都很重要 那还有呢 这些年腾讯呢 一直在移动办公领域做布局 那QQ有移动办公 微信有企业微信 但是事实上呢 效果呢 一直并不好啊 那这个呢 是我觉得呢 每家有每家的擅长的地方吧 那这一次 阿里应该说是 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如果在联合国的推荐之下 有很多的国家 开始使用丁丁的话 那么这有可能会成为 成为Ttalk 对吧 那然后呢 包括像华为 那之后呢 另外一家 在全球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领域呢 能够占领一个重要地位的一款产品 那我们希望呢 祝福丁丁的能够取得成功 好 那这一期节目呢 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朋友 欢迎大家点赞分享订阅 不要忘记点击小铃铛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